高技術新產品在創業初期 並不一定是好產品 這是我有經驗教訓的 因為新產品的話 你要開發這個產品 你投入必然多 這個市場不是一定很成熟 如果你投入多 你又花大的力量去打開這個市場 小公司是做不到的 這不一定是好產品 最好你就跟著市場走 開口的時候你跟著市場走 企業的生成和發展 建立在良好的信譽 周到的服務和優質產品上 這個是很重要的 這是我們多年的我們一直奉行的 就是跟經銷商打交道 跟合作者打交道 信譽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講的事情 你一定要做到 除非那是一些不可控制因素 你就是冒死 你也要做到這個 這個信譽是做事情的關鍵 沒有信譽 什麼事情做不到 周到的服務 舉個例子 我們那個保健品 我們服務是非常周到的 就是我們在多倫多 這個經銷商 我可以保證 你今天一個電話給我 明天或到你這個商店 這是我們保證的 你需要任何信息 一個電話 我們有我們的專業人員 給你諮詢 就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這個服務 所以大家都覺得我們這個服務 特別好 儘管我們的這個價格不便宜 但是呢 大家都願意跟我們打交道 優質的產品 當然這個是基本 我們這個很大的系列 很多的能力 都花在這個制空上 還沒真的好像有點早急了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錢不能一個人賺 剛才這個也談到這個事情 你比如我再舉個例子 就保健品 這個你們看到商店買的保健品 它其實有很多不足的 原料 生產 包裝 批發 零售 這有很多不足的 如果你想 從原料我就賺錢 然後賺到零售 這個當然利潤很高 但實際上這個想法 你是賺不到錢的 因為錢不能你一個人賺 你一個人賺的話 所有的人都是你的敵人 這個大家要明白 就是 雙贏 多贏 這個是最關鍵的事情 你做在這一個整個面條下面 你做你最能做的事情 你做這一部分事情 如果你把這部分事情做好了 你的活著者跟你活著很愉快 你不要怕你的掙錢 你會掙很多錢的 就是一定要錢不能自己一個人賺 你給經銷商一個東西 你要給他們留住了利潤 如果你給他們利潤很薄的話 它是不會推銷你的產品的 這些事情都一些細節的事情 另外就是給我一根槓桿 我可以移動地球 這個就是剛才北珍講的那個意思 就是說你自己力量是有限的 你不借助外力的話 你是很難做成大事情的 這些外力 那就是一個是資金 一個是人才 一個是思想 也就是偉珍剛才講的 如果有這些東西 環境都來幫助你的話 你這個事情會做得很順的 不要你自己一個人悶著頭 也不管外界 不要有一個關係網 一個活著網 你自己做的事情的話 你會做得很複雜 很複雜很難做好這個事情 那麼到了2001年 我們掙了一些錢 我們馬上就想到 就是說我們要開發我們自己的產品了 我們不能光賣著人家產品了 這就是我們目前BEC的系列產品 同時我們融資了 同時我們開了保健品的研究工作 這樣慢慢慢慢我們把這個系列產品就做出來了 融資我剛才補充一下 偉珍剛才也講了 融資很重要 其實很少人 目前咱們叫做不是太正規的融資 他看的很少看你這個項目 他主要看你這個人 他覺得你這個人可信 你這個人他覺得有能力 他就投了 這點我是有經驗的 這個融資的人是當時一個投資移民 現在這個部分錢也很多 你們這個